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麦 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手机批发市场 华强北的飞扬市场 那今天呢早早的就过来市场了 因为今天要给一些老粉丝安排一些13POL512的 还有256G的 还有1213 那今天呢好几个老粉丝都要是这种小屏幕的 6.1的 我手上这个13POL512G 橙色99星 然后是一个99的一个电磁 是给我们浙江的一个老粉丝安排的 现在市场上呢 或是一个41张远峰蓝 到目前为止都是备受粉丝们喜爱的一个颜色 那13POL5这一款机型呢 相信大部分的粉丝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 6.1的一个尺寸刚刚好 单手操作是很巴适的 A15的一个处理器 虽然发布已经三年了 但是粉丝们依旧称之为性能小钢炮 可见它在粉丝们心中的位置是不一般的 那美版无锁的机子呢 你看不管是外观 橙色 机矿呢都是比国行的要稍微好很多的 而且它这种的话简单去设置一下 因为语言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去设置的 简单去设置一下就可以去正常使用了 像有一些老粉丝平时也咨询到小麦说 美版的机子是不是在国内就不能去使用了 其实这个的话都是全球通用的 美版无锁的现在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相对于国行来说呢 还是省得近10张左右 预算40多张 然后是喜欢小屏幕的 那小麦是比较推荐这一款13Polo的 手上这个14Pro Max 256G的这个紫色 也是给我们福建的一个老粉丝安排的 那这个老粉丝呢就是喜欢大屏幕的 有双卡需求 所以就选择了美版无锁14系列的旗舰机 14Pro Max再来看一下手上这一个12 128G的一个蓝色 这个可以说的算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机况呢 没有怎么使用 充电材十来次 橙色有99星电子效率1100的 妥妥的一个库存机 然后是一个22张 像12这款机型的话 拿回去再占个三四年也是可以的 支持5G 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小麦哦 这款机型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小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